你做一件事 你告訴我你的情侠先看看 你敢說我才不敢聽 員工請假的老闆氣氛 釋出大絕招 要員工大退堂庫 這本土劇經典片段 現在被網友拿來吐槽 一例一休 今年有五十天的日子 你已經將日子休息了兩天 這個表示說 你只存兩百六十一天可以做事 這十天 你有十六天 今天不能做事 所以要考慮一百七十天 你就只存九十一天可以做事 有聽清楚嗎 他說一年有五十二個禮拜 每個禮拜休息兩天 剩下兩百六十一天 還要再扣掉一百七十天的睡眠時間 就是九十一天可以工作 這樣聽下來 是不是有點頭昏腦漲了 但你以為只有這樣嗎 每天你再用三十分鐘來喝咖啡 每年咖啡 你就要考慮二十三天 所以你只存六十八天可以做事 你每天都用嚴謹來吃冬刀 所以就要考慮四十六天 不可能存二十一天 就連每天喝咖啡的時間 都要算進去 加一加什麼 光喝咖啡就要扣掉二十三天 一個小時的午餐時間 也可以用掉四十六天 這是哪來的神邏輯啊 這當年還有五天的國定假日 公司休息沒送分 所以你可能存十五天 國家庭公司真大風 當年還有十四天的年假 所以這幾乎減減 你也只存一天在做工作而已 年假國定假日全部算一算 結果怎麼真正上班時間 只有一天 這乍聽之下 好像真的有這麼一回事 網友紛紛留言 難道我的老闆都這樣算的 介台北綜合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 小北綜合